嗨 打小声 这集我要讲光明慧卡牌里面有出现的一些人物 其实这光明慧卡牌呢 有些也只是在诉说着历史而已 这张牌是英国王族 查尔斯王子 现在的年龄大约有七开头 应该说王族查尔斯 卡牌上面写着查尔斯王子和他的伙伴们都可以免疫特权攻击 如果受到攻击 任何单位谁都可以帮助查尔斯 王族查尔斯于1981年2月向戴安娜求婚 这个戴安娜就是上一集我讲的戴安娜王妃 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结婚 当时全球有7.5亿人在电视机前见证这次豪华的王家婚礼 从此戴安娜变为王室的明星 常常都有狗仔跟着戴安娜 然后英国女性开始学习模仿戴安娜的打扮 衣着 橘子等等 但在结婚的5年后发生变化 由于查尔斯和戴安娜两个人差了13岁 有着个性和年龄上的差距 戴安娜婚后的脾气变得暴躁和不稳定 甚至也和她的亲友吵架 然后查尔斯和她的旧情人卡密拉开始藕断10年 所以之后查尔斯就和卡密拉外遇发展婚外情 后来戴安娜也和别人开始的婚外情 两个人在1992年正式分居 媒体也在为这件事打口水战 查尔斯王子于1994年6月29日 通过电视采访 乔纳森·迪姆布雷寻求公众理解 查尔斯自己承认与卡密拉的婚外情 说是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 就是我前面讲的结婚5年后 查尔斯发现与戴安娜的婚姻 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然后才会和卡密拉旧情复然 1996年查尔斯和戴安娜正式离婚 结束了15年的婚姻关系 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查尔斯的兴趣是马术和狩猎活动 直到2005年英国禁止这项运动 自1976年成立王子新拓基金会以来 查尔斯又建立了16个慈善组织 现在担任所有这些组织的总裁 这些组织称为王子慈善组织 不只是慈善组织还有建筑环境 建设环境 自然环境 简单讲就是做了很多帮助人们 帮助地球的事情 难怪可以免疫特权攻击 难怪谁都想帮助查尔斯 所以这故事告诉你 多做善事 多帮助人 下一张南希里根 或称南希雷根 下面写着企图控制容纳里根 或称容纳雷根 这是一个历史故事 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南希的母亲是位演员 所以受到母亲的影响 南希也是个演员 在她母亲在剧院的同志们的帮助下 南希开始了演员生涯 在1946年的百老味音乐剧 也有饰演亚洲女性 1949年南希与MGM 签订了为期青年的合约 米高梅是当时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 当时米高梅有这几个女演员 代比 莱利斯和珍妮特在竞争 1949年11月15日 她遇到了当时的电影演员协会主席 隆纳雷根 其实就是雷根总统 然后就认识慢慢开始有约会 约会三年后决定要结婚 1952年洛杉矶的小布朗教堂 举行了简单审数的婚礼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要避免媒体 人家喜欢低调一点 可以说是定情好莱坞 南希曾说 不论任何我珍视和享受的事物 如果没有你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南希也曾说 直到我遇见我丈夫 嫁给雷根 我的人生才真正的开始 在1957年南希和她的丈夫雷根 合作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海军汉服》 之后南希开始慢慢淡出电影权 不再拍电影 全力照护家庭 雷根在1967年1975年 担任两个任期的加州州长 于是南希成为加州第一夫人 南希在1976年和1980年总统大选中 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南希在竞选中扮演着传统角色 举杯咖啡 午餐和演讲 她还安排人员 安排丈夫的日程 并偶尔举行新闻发布会 虽然没有赢得1976年共和党的提名 但在1980年第二次竞选总统 她成功了赢得提名 并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现任竞争对手 后来雷根担任第40届美国总统 1980年到1989年 南希也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她还把自己的高雅品位注入白宫 白宫的装饰到各种场合的布置 办公室里的精美陶瓷 都是南希的想法 但南希并没有用政府的钱 她是以私人募资捐款完成这些人 在雷根上任两个多月后 遭到开枪攻击 幸好子弹只是打断她的肋骨 但距离也离心脏很近 南希马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雷根住院治疗的时候 南希寸步不离 南希回忆说 以前见过急诊室 但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房间 有我的丈夫 从此南希也开始注重雷根的安全 当容纳雷根在4月12日从医院获事时 她护送她回到白宫 媒体报道将南希定为丈夫的首席保护者 1982年第一夫人发起了 Just Say No禁毒宣传运动 南希在1981年说过 了解毒品可以对你的孩子做什么 为什么有压力时是求助于毒品 而不是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她用反毒的宣传 帮助容纳雷根的竞选活动 两任总统的任期结束后 第一夫人的称号也结束了 但也只是名称上的结束 1989年末 这位前第一夫人 成立了南希里根基金会 该基金会旨在继续教育人们 有关滥用毒品的危险 教导青少年毒品的危险 她继续在美国 反对滥用毒品和酒职 也继续出现在一些慈善无动 1994年8月 在雷根83岁时候 雷根被诊断患有阿兹海默症 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种疾病逐渐影响了雷根 她只能认出几个人 包括她的妻子 雷根在这特殊的时光中 南希一直陪伴在雷根的身边 南希不希望其他人来打扰 因为雷根有可能不记得你是谁 同时也是维护雷根的尊严 患病10年后雷根去世了 南希继续活跃于政治领域 特别是在干细胞研究方面 希望这项科技技术 能够治愈阿兹海默症 所以卡牌说企图控制雷根 这就看你怎么想的 你也可以说是伟大的爱情故事 这两张是柯林顿和希拉蕊 这两张卡牌图片表示 其实是希拉蕊在控制柯林顿 又是跟刚刚一样的套路 第一夫人企图控制美国总统吗 我只能说这跟上任主又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希拉蕊好像真的有点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希拉蕊创造了多少个第一 她是第一个在卫斯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发表演讲的学生 卫斯理学院是美国有名的女子学院 在大学排名中 大约是美国文理学院前五名 不要看希拉蕊现在这个样子 这是她以前年轻的时候 希拉蕊也是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第一夫人 1969年 她以政治学系荣誉毕业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在一些前辈的要求下 还有得到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 我刚讲了她成为第一个演讲发言的学生 演讲完后人们暂地给她鼓掌 而且持续七分钟 那她到底讲了什么 我只能说我看大家鼓掌我也只好跟着鼓掌 别人鼓掌没停我也不敢停 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一下她演讲讲什么 随后进入耶鲁法学院 在1973年的时候从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开始律师生涯 1974年就加入水门事件坦克调查小组 什么水门事件 难道是波峰水门金色闪光 水门案就是华盛顿区内的水门综合大楼 当时发现水门综合大楼被入侵 但总统理查尼克森试图掩盖事实真相 不给调查 这就是有名的水门事件 1979年希拉蕊成为罗斯律师事务所 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合伙 在1979年1992年的期间 希拉蕊担任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 那阿肯色州的州长是谁 当然就是比尔克林顿 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期间 希拉蕊关注儿童福利组织 并担任了沃尔玛和一些其他公司的董事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沃尔玛公司女性董事长 这沃尔玛几年前我在看的时候 她是世界财富前500强排名当中的第一名 2020年也还是前500强排名第一名 但是她是以营业收入排名的 简单讲就是营业额 所以有些上了百大 但是她的利润反而是负的 也就是亏钱 例如2020年的奇异公司 我再讲下去的话就变产业分析了 先这样 希拉蕊她也是第一位在白宫内拥有自己办公室的第一夫人 希拉蕊在白宫的政策事务表现不错 所以才会有人说 她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实权的第一夫人 2000年的时候 希拉蕊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 成为第一位获得公职的第一夫人 也就是纽约州第一位女性参议员 在2009到2013年 也就是欧巴马总统时期 欧巴马提名希拉蕊担任美国国务卿 或参议院通过正式就职 但不是第一位女性国务卿 差了一点 是第三位女性国务卿 但希拉蕊出访了112个国家 是第一位出访次数最多的国务卿 有多多呢 大约有400天的时间都在飞机上渡过 好 也大概差不多了 在2016年的时候 他还想再创造两个第一 这两个第一是 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 第一位第一夫人当选总统 但我们知道最后是川普当选总统 说到川普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 下面写着 Enough is enough 讲白点就是四个儿子 其实川普讲过很多是enough的 2020年4月14日 川普和CNN记者的吵架日常 口水战又开始了 川普说美国总统有完全的权利 那是完全的 但州长不是 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跟州长有关 有扯到州长 州长同意吗 我没问过任何人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没必要这么做 谁告诉你总统有完全的权利呢 Enough 早在2018年的时候 白宫记者问川普一些中南美洲移民入侵的问题 质疑川普提到他们入侵美国 川普则是回答说 我希望他们合法入境美国 然后记者继续说 这些移民在数百英里外 所以根本没有入侵美国 川普就说够了 叫记者放下麦克风 That's enough 讲了好几遍 其实川普讲了很多是enough 不止这两次 最后再来看看这张 你们觉得这张卡片是在表示什么 有人说伊凡卡川普 之后有可能会当选美国总统 伊凡卡川普就是川普的女儿 这张卡片被人认为 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 秘密监控全球网路 被人引设为欧巴马总统 这光明会卡牌大约有500多张 这些卡牌我没有看到Joe Biden 但现在账面上看起来是拜登当选 而川普寻求法律诉讼 而且川普团队秀监视器画面 说乔治亚洲选举有点问题 川普团队指出 监视器画面显示晚上10点的时候 一名女子宣布停止机票 并要求在场人员离开 所有人包括共和党监票员和媒体 都被清空 但有四个人留在后面继续计票 川普团队表示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计票 违反该州的法律问题 并且选票放在桌下并不是正常程序 若选举争一直延伤到2021年1月20日 也就是总统就职日 导致无人可就职的话 Nancy Pelosi有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总统 但是她这个总统是代理总统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分享按订阅 拜拜我们下次见